来到台湾又怎可以不喝一杯最Original的珍珠奶茶呢 更何况台中这间春水堂 其中台湾动饮茶文化发扬光大的开山秘酒 当然就更不能错过进来T1T啦 不说你不知 原来台湾第一间珍珠奶茶在台中的春水堂 在这里喝珍珠奶茶之外 这一件事可以做的 Angela 你好 你好 今天我的师傅Angela就是教我做珍珠奶茶 做完来做它 泡沫红茶啦 今天呢第一个要先教你泡泡沫红茶 泡沫红茶 因为春水堂呢是把台湾传统的热饮变成冷饮的先驱整 第二阶段呢将我们把它都冷饮化了之后呢 加入了台湾的道地的地方小吃珍珠粉 有变成了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红茶 红茶 它是使用调索型的红茶 珍珠奶茶好喝的秘密就在于 它是天然不含防腐气的珍珠 它因为是新鲜的 而且它的还有点湿笨 一个就可以捏去 第一层 我这个是捏碎了 一龙是为什么会这么捏碎的呢 因为它是 首先它是不含防腐气的 所以制作的时候 我们为了让它好吃新鲜 所以我们都会用冰的 好香喔 最后呢 我们的秘密武器 这个呢 就是台湾砂糖熬成的天然浙糖 熊珍珠奶茶 它有三个步骤 这个呢 是它的身体 这个是它的盖子 盖子 然后这个呢 又是它的上蛋 蛤 哈哈 要很用力吗 要很用力喔 老师的泡泡比较多 好好喝耶 喝老师的 老师你继续做我的耳 哈哈哈哈 要来做珍珠奶茶了 然后珍珠 这就是已经煮好了珍珠 可以再加一点点没有乱心 对我要加好 就打开那个杯盒 但是那种其实不太一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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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我们现在带你 然后 这边有油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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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起来好像是错 好酷喔 登登 成功 干杯 干杯 自己这个珍珠奶茶没试过 不用怕 你可以来到台湾 穿水头 试试自己的杯子 珍珠奶茶 我试试先 来老师我试一下咯 好 好 好好喝 那我试试看你的 好 看你没有几个 老师几个吗 很好喝耶 真的啊 10分你可以给我10分吗 记得你10分我怎么办 对 老师是11分 这一次做真的很棒 嗯 成功 成功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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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你是 你